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我团队关于健康创新的一些思考 把你们对健康的奉献 变成一个可能对我们都有益的一件事情 我特别喜欢 渐入家境这个名字 Dance to Fear 在我看来什么叫家境 当你到了谷底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你就是在进入家境 那么我们的医疗行业 其实就是在谷底 全世界的人在一起 他需要一种语言 来抱怨 而这种语言就是每个国家的人 都会抱怨自己的医疗体系 抱怨自己的健康服务 我个人描述我自己 不是Dance to Fear 而是Fear to Dance 一个保守的大学教授 但我今天做的是把 全世界的医生 和他们的一些想法 分享给大家 也许能够对你们的想法 有一点点触动 好 题目是一个非典型医生的处方 我是一个非典型的医生 何在呢 20年前和在座的很多人一样 我觉得学科技可以帮助这个社会 那么我开始进入了实验室 很快的发现 是年轻时候犯了一个错误 那么进入医学院 觉得 这下我可以帮助别人了吧 而现在在中国当个医生 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我已经听了太多人问我 张伟 你为什么不当医生 直到有一天 我忍无可忍 我回了一句 为什么你不当医生 不是一个这么美好的工作 98年到哈佛大学 在商学院医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 来讨论如何来设计出一个更好的体系 学到中间发现 美国的体系是最糟糕的 但已经身在随船 05年回国 先后在两家商学院工作 我深刻的感到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不听从好的政策 而是有了好的政策 又能怎么样 明天你们来设计 你们所要的体系 你有政策的设计权 但是活还是要一件一件的做的 所以我把我的注意力 转变为创新 把我的名字拿走 我们如果把这个看作 是一个行业的变化 我们试着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最早 把这四个图换成 这是一杯咖啡 咖啡是来自你的咖啡豆 你自己种出来的咖啡 那我告诉你 这个大概值多少钱 两个美分 第二张图 你觉得我不做原材料 我做一个产品 我把它做成 一个有包装的咖啡豆 我们管这个叫做产品 不是原材料 卖多少钱 八到九个美分 你说这个我也不满足 我把它做成一杯 快餐店里的咖啡 像你们现在都可以看到的 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我把它提供为一种服务 多少钱 不到一个美金 最上面去走 你现在到星巴克去 可以杯咖啡 至少要三个美金 这四种咖啡 会有什么样的 究竟的本质不同呢 起码我喝不出来 其实这就是整个 所有行业经历的一个特点 就是从原材料到产品 到服务到体验 而我们所每天接触的 医疗行业 现在开始经历这种变化 可现在大多数 可能还是在第一个行业 刚刚开始 还是纠结于一个药 一个分子 一个器械 或者说某一个大夫 大家试着做这么一个练习 如果今天我告诉你 某公司出了一个 新的电脑芯片 而你现在正想去买 一个漂亮的PC 或者是Mac 来完成你的工作 那你告诉我 你的这种梦中的电脑 是会变得更贵 还是更便宜 我听到的声音是更便宜 这是常识 好 现在如果我告诉你 一群科学家经过十年的努力 花了几十亿美金 出了一个新的产品 会治疗一种常见疾病 而很不幸 你身边的一个朋友 他恰恰得了这种疾病 那你告诉我 你觉得这个治疗 是会更贵 还是会更便宜 更贵 新的技术 会带来更贵的方案 这种情况 只是典型的发生在两个行业 一个是我们今天谈的医疗健康行业 另一个就是我们不常见 但是跟我们相关的国防行业 它是完全违背其他行业的规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几十年习惯了 新的就是更贵的 或者说新的一定就是更贵的 我相信你买东西 你买菜 或者你做装修 你都不会这么来想 那么这种变化导致了什么后果呢 这是我们真实的患者倾向 我给大家引用一个数字 09年之前 我们延续前十年看 正常的国家的人均医疗费用的增长 和这个国家人均GDP的关系 得出的结论是 对于一个正常的国家 在那段时间的十年里 人均医疗费用的增长 是超过人均GDP的增长 大家觉得这怎么了 这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但你想一想 当几乎所有的国家 都是人均医疗费用的增长 跟不上GDP的增长的时候 你往前想二十年三十年 这个情景是非常可怕的 你们所说的可持续 首先在钱上就是不可持续 就相当于我们去治一个病 当所有的治疗方案都不一样 或者说都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要去想新的治疗方案 而是去想一想 我们可能对这个病本身的认识 还有一些缺憾 在这样的病人环境中 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就是ATM 我们付出了钱 这个也就罢了 有人会说我愿意付钱 怎么了 但是我看一下这个形象 我付了钱 无论我有多么强壮的臂膀 但我还是我的感觉是 我是一个病人 英文里有一句话 A patient has to be patient 中文有一句话 叫做有病 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个体系花了太多的钱 未来不可持续 而我们是处在病人 病人的形象是什么 躺在这里 躺在这里 无助地等着大家的帮助 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 健康的定义 我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谁上周 应该是这周 谁这周跑过一次万米 请举下手 一万米 五千米也可以 举下手 好 我大概看到了十只手 谢谢 我问一下其他那些 跟我一样不幸 没有举起手的同学 你现在觉得自己的健康 跟一分钟以前 有什么变化 有点变化 不是正向 发生了什么 我没有向这屋子 投放任何化学的 生物的 甚至物理的东西 我只是让你知道 我们当中 百分之五 百分之三的人 他上周 跑完了一个万米 而突然 我们这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就觉得自己 我好像没有刚才那么健康 你去查任何的教科书 特别是医学院 他怎么对你健康 我总结一下 他的总结就是 健康是身体没病 心理没病 有了病 不用担心 没钱好 听上去很完美 但是我们看一下 一个前年在纽约 获得的一个医疗创新奖 他是怎么做的 这个大家看不清楚 这是一个胰岛素 是给胰岛素患者 给他来维持自己的血糖水平的 是一个医疗器械 那么这位女士 带着这个 等于向外传递的信号是什么 我有病 那么我们的创新在于哪 这个团队做了什么 这是一个时装设计师 他做的就是 把让一朵鲜花开放在 当然是个装饰品 开放在这个胰岛素病上 那么这个人变成了什么 从我有病变成了一个 我是一个健康爱美的人 我只是碰巧 要调节一下我的血糖 这个价值 这个支付意愿 它是把病人 首先作为人 并且是不断追求 生活更好的人来看待 而它的技术含量 我们可以说不如这个器械 但是它根本的是 用一个设计师的思维 来发掘人的需求 而不是所谓病人的需求 病人也是人 那么我们传统怎么看待健康 把生活比作一条河 每天所有体系做的事情就是 一不要掉到河里面 就是不要生病 二呢 掉下去了 我就使劲往上捞 这就是整个体系在做的事情 认为健康是有和无的关系 回到我刚才说的 我们认为健康是动态 是你健康的感知 我可能追求的不是你的完美的健康 但我可以试着让你感觉更健康一点 所以我们看待健康更多的事项 你从生下来你就在河里面 你就从来没有在岸上待过 只不过这个河里面 有阳光沙滩 有鳄鱼水草 那么我们作为医疗体系中的职业者和创业者 我们要做的是告诉你 哪里有阳光沙滩 哪里有鳄鱼水草 河还是这条河 我没有改变它 但我能做的事让你觉得更好一点 让你觉得更好一点 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安慰绩效 听说过吧 慢性病里吃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糖丸子 百分之二三十会有用 但你把这件事反着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一些事情 来放大一些产品应有的治疗效能 我不知道说我们去做安慰剂 是你通过一些服务产业的演变 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可能被人接受 对健康而有益 而这种定义意味着什么 在这张图里面 全行业做的是 你掉下来 Bingo 赚钱的机会来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的价值来自什么 让你更健康 或者至少让你觉得更健康 这个在我看来是Healthcare的本质 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所谓Healthcare行业 它的本质不是Healthcare 是Seek Care 有病了 还有后面的 或者也不能叫K了 传统我们看待这个体系很简单 就是从大家的左手往右手看 一 我需要钱 二 我拿了钱通过保险支付分给相关各方 就完了 确保这个钱能够不要赤字 或者说这个钱明天还可以有着花 大家想一想 你家里做个装修都不会用这种思路 拿个几千块钱一平米 完了就说 把装修给我做了 不要把钱花到了就好 如果你这么说 我不觉得你是在为自己装修 而整个的行业在过去五年 全球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在于 试着从你的右手往左手看 先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疾病去想一想 它的最优治疗方案是有什么 这个方案是存在很多医疗是标准化的 基于这个最佳方案 我们再谈 什么样的激励措施 可以帮助你出现这种最佳方案 完了再谈多少钱 这种左手右手的变化 是在全球一个一个国家慢慢在发现 但唯一的确认的变化是 单纯要钱是要不来创新的 我们常说一句话 创新是种子 投资是化肥 单靠化肥是不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 创新解决的 传统商业怎么看 这是在流感期间的一个产品 只是为了让你来装饰一下你的而已 但是我们看 我们身边发生的医疗创新是什么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胰岛素比 今天城市里的胰岛 糖尿病患者 对糖尿病的理解和控制的能力 超过了15年前的专科代词 为什么 技术的进步 让一些治疗方案从医院转向诊所 转向护士 甚至现在在转向的家庭 就好像你们现在不再用照相机拍照 而是拿手机可以完成摄录 所有这些一样 这种趋势的变化 是在医疗中一个又一个疾病在发生的 而这个过程中 我们所关注的还是 人或者说是客户的根本需求 这是我和我的团队提出的 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行业 创新为基础 目标是价值创造 那么很多人都说 中国你要谈机制 我再有一分钟 都要谈机制 你用什么样的机制 能够激励出好的行为 能够让大家不抽烟 少喝酒 不要吃肉 多锻炼 大家还记得Carbon Credit这个概念吗 碳吸引额 没有人想污染环境 有意的 但是Carbon Credit 用一种市场机制来激励 好的行为 我和我的团队现在在想的 就是我们叫做 Health Credit 当我拿出我的微信 说今天晚上我看到了一个牛排 我拍下了牛排的这个照片 我跟大家发给你们所有人 说我的朋友圈 我说我真的想吃吃这个牛排的时候 作为我的朋友 你们都会说什么 No 你不要去碰这个东西 当我们通过新媒体来改变这种健康行为的时候 这种行为是应该受到奖励 我们会把它转化为一种积分 或一种信仪信用 来达到改变行为的这种目的 因为我们今天有了Health 我们才可以在这里think 但是我们的Health 所蔓延的所有问题 是我们think 还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去重复 而不是真正的去think 我自己的梦想是 面对这些危险 you know dance to fear 而不是fear to dance 目的是为了每一个人 有病或者没病 都可以是站立的 Health 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的think 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